谭思欣正在等待上场 谭思欣的第二项高低杠 高低杠也是他的强项之一 在09年的捷克杯比赛上 他拿到了高低杠项目的继军 旁边准备保护的是他的国家队教练何花 飞行动作做得很漂亮 第二个也是在杠上抓杠 有充分的高度 好的 虽然在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向前的一步的脉动 但是整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的流畅 谭思欣在国内的比赛上展露头角 主要是在09年的全运会预赛 当时上海女团拿到了团体项目的冠军 她就是其中的冠军成员 在09年的9月举行了第11届全国运动会 当时谭思欣就成为了焦点人物 除了女团之外还拿到了平衡目的金牌 成为了那一届全运会上最年轻的冠军 特别要提及的是在平衡目上 她的这个冠军呢 是赢过了李珊珊邓琳琳这样的奥运会冠军获得的 也充分说明了这枚金牌的含金量 在现行的规则当中 对于各位选手动作完成的细节 可以说是扣分非常的细的 像在刚刚我们看到高低杠这个项目 谭思欣的完成分有8分 我想其中有一定的分数是扣在了 它的这个回环停在倒立的这个位置 超过了垂直的这个10度 只有在10度以内 这样的动作才会不被扣分 超过10度 那么完成分就是要受到影响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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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